安装软体的话其实可以从这边装 不过也是一个老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台电脑装了太多版本了 Python的版本可能装了好多格 所以 而且里面有一些版本 它已经把我们的Python的路径 写到那个Path 就是那个路径底下了 所以变成说到时候你要install的时候 它又找不到说到底应该 安装到哪一个Python的版本里面 所以 当然我在自己的电脑上run没问题 虽然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自己电脑应该 如果你没有装太多Python 把它直接install 空一格 lxmlrun就OK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你要不就是一样 要打开 在哪里打开 在你的Python的路径 就是比如说你强势要安装到哪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 有没有 就是374 然后上面打cmd enter跳出来 然后呢 并且就是你要什么 把那个install的 就是Python 1-m 有点类似 其实就是说我要强势安装到这个Python的版本 然后用这个Python版本里面的Python 帮我install 那我要enter就OK了 所以找上那个问题 一样就是说你的电脑里面灌了太多的Python版本 会有类似这种冲突的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说安装到哪一个Python版本 所以我之前有提过两个方法 应该还记得吧 那以后如果你要安装的话 假设说呢 你会有版本冲突的话 那变成说你只能用手动安装 装完之后的话 一样找上那个 那这个地方的那个LXM L这个 如果你用这个模式去爬资料的话 那相对的 应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有没有 找上 我本来 所以特别说 BeautifulSoup后面 这个模式有两种 一个叫HTML.Parser 一个叫LXML 那至于两者的差异 其实当然 根据官方上面看到 它说用这个模式 爬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但是至于快多少 那我没有实际上 去用比较大量的 这个网页去爬 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或许可以去爬爬看吧 然后呢 在最后告诉我们 再差一多少 不过我感觉 其实之前那个模式已经够快 所以还能快多少 慢的话通常是慢在哪里 应该是慢在那个server 端传给你的资料的速度 所以其实我想 应该落差 不得 所以如果你懒得去安装 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怎样 干脆就后面就记一个什么 后面就 就是这个东西 你就不一定要安装 你就是用什么 html 后面点passer就可以了 passer 应该是passer passer 所以早上的2012题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 我想后面的那个 第203题 因为这一题的话 跟之前的还蛮像的 那这一题的话 就不需要再下载任何的 那个就是网页了 因为它本身就会有 已经帮我们把这个网页的内容 好像已经抓到他们TQC的官网上面了 所以你直接连就可以了 连这个网 连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里面的话呢 它要我们抓什么呢 抓那个上面的号码 那哪个号码呢 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网页 弄得不是很好 它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边有一堆号码 这边又一堆号码 这边又一堆 那其实它主要是要抓这个 44号开头的这些 然后呢 把它按照什么呢 开讲 开出的顺序 大小跟特别号 分别把它抓回来 不过我觉得 这个题目给的网页实在不是很OK 那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里面有哪一些地方 会需要特别的 按右键 检查一下 所以第一步还是一样 按右键检查 所以每一次固定的动作就是 你要先找到 你要抓的资料 那请你往下找 找到那个 这个 这个 它开讲的号码 因为我记得是 它这个号码开头是44 就是中奖的号码 或者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其实可以 再看一下那个 就是题目部分 题目里面有一个叙述 它里面有个44号 25号 18号 一直到23号 然后再按照大小排序 所以总共开出 大家都是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它是希望说能够 帮我们把这个网页里面的 这个区块的资料 总共 这边有6个号码 然后再加41 就是总共有 6个乘2 12个再加1 这13个号码 要把它爬回来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爬回来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甚至还有个大热透的区块 意思就是说它要爬的资料 就是这个区块 这个的开始 的下面这个部分 那下面部分的话 当然 我们首先还是要先观察 其实观察的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以后我如果要爬网路 知道 你慢慢就要 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第一个一定是request 把这个网页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 把request得到的东西 丢到beautiful shop里面 那beautiful shop会产生一个 那个 比如说SP的物件 那SP物件里面呢 看你要find all 还是用find 如果只要找一次的话就find 如果要找多次的话呢 那就是用find all 这一题的话你看 首先的话我们看 它一定是隶属于这个DIV 这个DIV呢 它的class名字是这个 叫content底线box02 那底下有哪一些东西呢 有这些东西 底下的 所以特别 你可以先用find 如果它只有一个的话 所以我怎么判断说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 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class名称Ctrl C 然后呢 再Ctrl F Ctrl F呢 你会发现 Ctrl V也可以来 然后它会自动 它会自动呢 会显示出这个东西 有没有 四个match 要我们用找第一个看看 第一个 第一个是 第一个不是我们要的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它同样的那个class名称 总共会有四个 那我们要的是在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三个 所以你可以先find all find all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找到的 0 1 2 找2就好了 0 1 对 2的部分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呢 再针对抓回来这个范围 做什么呢 再去找什么 找它里面的DIV 特别对啊 再找它这个范围里面 DIV的哪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 号码 全部的话 总共就是有这些 那它的class 所以在找这个范围里面 DIV的 这个class名称 什么 Bull TX Bull Yellow 这个好像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然后把这16个号码抓出来 也许 就是 6个6个分吧 然后再怎样 再去抓这个 class是Bull 这个 ray的这个 这个号码 然后呢 它就抓到是特别号 所以把这些分别抓过来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会 这一题应该 之前有做过啦 所以也许 请会试试看吧 至于 写 刚开始呢 你不一定要按照它的标准写法 没关系 你可以按照你的写法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要去考试的话 再按照它的标准写法 标准写法 我也把它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所以将来 云端上面就会有个标准写法 我甚至上面有帮各位 把要填空的地方 用什么 用蓝色 不是 用绿色的地方 跟各位mark 也就是这个是要背的 不是全背 是要背那个 绿色的那个框框 填空题而已 OK 所以你会发现 填下来一题 里面大概2、4、6、8、10、12 12、14 16个哦 所以其实并不多 那不然 如果有兴趣 你如果只是想要拿个资格 有没有 哪一个说 我对于这个爬虫 至少 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 有那么了解 至少证照 证照说真的 而且 一般像这种证照 有这种证照的人 真的少之又少 会去考的 我想也不多 OK 会主动去考的 当然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 去面试的话 或者说你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毕竟面试的时候 还是有个比较 那你要让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至少哪一个证照 也是一种方法 那以这一题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底下 我有把它 这标准答案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其实填空题 第一个in point 后面就是BS4 所以BS4填上来 然后再来就URL URL就是那个网址 这个填那个网址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网址 那其实上面 他给的题目里面就有网址 所以他意思是不是叫你把那个 将来那个网页 其实 所以他考试就把这个 照着 因为他到时候会给你一个纸本 放桌上 你就把这一串打上去 打到哪里 打到这个URL后面这一串 OK 不过这么长一串 他在考 在考你打字吗 这么多 OK 然后底下的话就 request get URL 把这URL get回来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方式去抓 他这边考用LX ML的方法 OK 按特别之后 虽然你也可以用HTML 点Path 不过 你不要打那个 他没有分数了 他将来评分就是 看你填的东西 是不是他要的 所以这个考试 现在就跟之前的那一张 完全完全不一样 之前那一张是 没有标准答案 看结果而已 那这个的话呢 是要完全有标准答案 OK 两者完全不一样 不过以我考下来的心得 虽然说这个的理论上难度 理论上应该比较高 可是考下来 我觉得这个难度反而 比之前的简单太多了 考下来真的啊 虽然要背的没几个 而且说真的你们如果经常有在练习的 打承的人说真的啊 这也是完全也不用特别去背他 大概就会了 那我之前是什么 准备了 我就是先看一下 然后理论上我大概都会的 我就略过了 我如果看了 我发现我有点不太会 我卡很久了 那我就把那个部分特别骂个下 我考试前 大概一个小时 我就一直看那个 我可能会卡住的地方 会的我就完全都不看了 我发现一考试非常的顺畅 一考下来 全部对 试题 大概花了十分钟吧 结果就一百分 OK 所以提供有个参考 甚至我觉得 如果这个给一般的高中人去考 叫高中人背一背拿去考 应该很容易 只是说一般人不会这样做 OK 我觉得他这次有个漏洞 所以 还是可能将来还是建议他们 可以看考一个活一点的 不要考这种固定的写法 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要怎么写 请各位 我上面有提供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标准答案的写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写法 这个写法的话 就是我用我们之前所讲的方法 去把它写出来的 所以我们之前的写法 这边有个之前的写法 其他写法这边 这个就是我用我们之前的写法 就是不管是不是这个标准答案 反正我就是用我们 这个自己的这种写法写出来的